大家好,我是馬雲偉,很開心今天又可以在這裡和大家一起欣賞中國的詩詞。 中國男詩人我們認識很多,但是女詩人是比較少,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舊時是重男輕女,所以很多才女的作品都被埋沒了。 好了,宋朝有兩個出名的女詩人,一個是朱淑珍,一個是李清照。 我們今天讀的是李清照的詞,李清照又名義安居士。 她有一個很好的婚姻,和丈夫相親相愛,但是很不幸她的丈夫過了幾年就逝世, 她小小之後李清照一個人就屈屈寡歡。 所以她到後來那些詩詞都是比較憂傷的。 但是我們今天讀的是,有兩首是比較年輕時作品, 所以你可以看到她那個少女的心懷。 第一首是《愚夢寧》。 我們來讀一次。 昨夜雨梳風窄,濃碎不燒殘酒, 斯文卷念人,卻到海棠依舊。 知否,知否,應是陸肥紅瘦。 我们再读一次 昨夜雨疏风暂 浓碎不消残酒 试问卷念人 却到海棠依旧 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第二首 叫做减字木兰花 卖花淡上 卖得一枝春玉芳 泪染兴云 游戴桃霞 晓怒痕 怕狼猜到 奴面不如花面好 云笨邪针 途妖教浪 比并寒 我们再读一次 卖花淡上 卖得一枝春玉芳 泪染兴云 游戴桃霞 晓怒痕 怕狼猜到 奴面不如花面好 云笨邪针 途妖教浪 比并寒 第三首 叫做减秦我 这个是比较伤感 怀念故人的词 所以可能是他后期的作品 途妖教浪 途妖教浪 同乐 不同乐 不同乐 又还秋色 又还寂寞 我们再读一次 林高队 林高队 乱山平野 又还秋色 又还寂寞 又还寂寞 我们现在读最后一首 叫做一展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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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与错 两厕闲 寂寰 此情 无计可燒锤 彩下味头 却上心头 我们再读一次 一展梅 红蒄 香蠢 玉脸秋 轻解罗上 读上兰州 云中谁既敢书来 眼智回视 月满西流 花自飘零 水自流 一种相思 两处闲守 此情无计可消除 在下味头 却上心头 我们今天到此为止 多谢你们收看 和和我一起欣赏朗诵 李清照的词 我们下次再在网上见面 再见